大家晚上好 欢迎回到我们 RoboCup at Home Education的 开放平台的在线课堂 今天我们有第三课 今天我们会讲有关 机器人视觉感知 然后我是Jeffrey 代表At Home Education 然后今天很高兴的 我们有我们 母星机器人的同事也在场 然后今天会一起 跟大家讲解 怎么开发这个 机器人的视觉的系统 然后呢 母星机器人也会给大家看 真实的那种机器人的 示范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那个课程安排 首先呢 同样的我们会 有两个环节 所以呢 上半段呢 我们会讲有关 这个RGBT的传感器 其实我们在这一边呢 主要是会用到 RGBT的这个传感器 不过呢 大家也不用担心 如果大家都没有这个传感器的话 因为呢 今天我们有 其实有多过一半的 那个内容呢 其实是可以用普通的 那个摄像头来代替的 所以呢 请大家跟着我一起 就是说学习 怎么 就是把这个图像 就是用我们的相机 怎么先把这个图像的数据 就是说获得 然后呢 我们就会进行下一步的 这个 应用的开发 所以呢 在第二个 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就会介绍 这个OpenCV的应用 这个OpenCV应用 其实OpenCV是一个 很著名的 这个 视觉 或者是图像的 那个处理的 那个 数据库 或者是那个Library 所以他这个OpenCV呢 我们里面呢 其实可以找到很多算法呢 是可以开发很多 就是说很有趣 而且很强的这些算法呢 都可以就是开发一些 我们很有用的这个应用 所以呢 我们在今天的下半段呢 就会讲解啊 这个 我们怎么用这个 开源的 那个 数据库啊 或者是这个 Library呢 怎么样去 开发很多 我们图像相关的 这些应用 好 同样的 我们的这个会议连接 大家可以在这个 二维码这边找得到 然后 就是如果说 你的同事啊 朋友啊 或者是学生啊 还没进来的话呢 就可以把这个二维码 传给他 他们就可以进来 然后也再次 就是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的会议连接呢 是一样的 就是每周 大家同个时间 就可以用同样的 这个会议连接进来 好 我不知道 今天有没有 就是说刚来的 呃 朋友们 啊 不过我也顺便介绍一下 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 在线课堂呢 是每个周三 呃 晚上七点半开始 然后是 大概是两个小时的一个 一个 呃 在线课堂 然后我们每一周呢 其实都会 讲一个主题 然后今天呢 我们会讲这个 有关期限的视觉 然后上周我们是讲有关 呃 这个语音 呃的那个交流 然后下周呢 我们会讲有关导航 所以有关这个内容呢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 第一个网址呢 找到具体的细节 然后包括时间啊 还有其他的安排 然后包括我们的会议连接 也可能在那边找不到 然后啊 其他的比如说 大家要知道 我们的这个 呃 课程资料呢 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robot for all 的这个网站上 可以找得到 然后不单单就是 大家前面看到这个 呃 PPT 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 视频呢 也是会放在我们的这个 呃 资料的这个网站上 然后最后呢 如果说大家有什么 就是说在下课后呢 有什么疑问的话 或者是想要讨论的话呢 欢迎来到我们的社区 跟我们一起好交流 好 这个课我们全程呢 都是会啊 啊 录屏 然后呢 我们过后呢 会在线上发布 包括我们的那个 呃 社交媒体啊 或者是我们的那个 课程资料的网站啊 都会就是发布 所以呢 请大家配合 就是说 在啊 不发言的情况下 或者是不是Q&A的时候呢 请大家把自己的那个 摄像头跟你们的那个 麦克风呢 都是啊 关闭的啊 不过也不用担心 就是说我们这个课 其实是蛮啊 鼓励大家的这个交流 所以呢 我们在讲解的时候呢 我们时不时就会让大家 就是说有提借啊 或者是提议问的那个时间环节 然后在啊 所有的那个 就比如说上 呃 上完了一段的话 我们也会就是说 给大家就是提问的时间 然后 如果说大家有除了在啊 课堂上啊 其他的那些疑问 比如包括比赛的疑问呢 我们在每一堂课的最后的时候呢 大家都可以就是说自由的跟我们交流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排 然后我们啊 就啊 因为我们今天的内容也蛮多 所以呢 我就不浪费时间 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 首先呢 我们这个啊 视觉感知的开发系统呢 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刚才说了 我们今天其实啊 说的比较多的是这个RGBT的传感器 不过 相信就是说 今天到来的很多都是第一次开始学习 然后可能你们手上也没有这个传感器 不过不用担心 就是说我们其实如果说你今天有这个UIT摄像头 或者是如果大家是用笔记本的话 现在一般我觉得每 差不多是全部的笔记本都有这个自带的这个 这个摄像头 所以这个呢基本上就可以用了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摄像头来来就是说 呃 做一些开发 所以这个呢 我相信大家都是有的 如果没有的话呢 或者是有 就是比如说这些摄像头有比较特别的驱动啊 启动不了啊等等的呢 其实呃 大家就是说在网上就是购买一个USB的摄像头 价格也是很便宜的 所以这个是完全不是一个大问题 啊 不过呢 我在这边呢 我们也会就是说做一个比较 所以呢 我们这边其实呃 今天比如说我今天用的是木星机群人 他们上面是有这个Astria的 这个OPEC Astria的这个RGBD的这个传感器 然后呢 就今天会在这边给大家看 就是有这个传感器跟普通的摄像头 它有什么分别 呃 基本上它最大的分别就是它有 就是说多一组的数据 就是这个深度的数据 然后这个RGBD摄像头呢 然后这个RGBD摄像头呢 其实它最先的是这个啊 啊 Microsoft的这个Kinex 然后这个Microsoft Kinex呢 它它就是说呃把这个RGBD的这个传感器呢 变成了就是说家用的一个一个一个啊 一个器材 所以使到其实就是因为它是 就是说跟Xbox配套的那个 那个accessory 所以呢 呃它的价格其实是 就是说呃一般人都买得起的这个啊 器材 所以这个RGBD呢 所以对这个研究 或者是对这个深度研究 有兴趣的朋友呢 其实可以就是说呃 去找一个RGBD 然后呢可以做很多 就是说深度的这个开放 深度数据的这个开放 好 然后最后需要的这个硬件 就是我们的这个啊 笔记本电脑 或者是台式 其实也没有问题 或者是所有哪 怎么样的计算机基本上OK 呃 不过最重要的就是说呃 根据我们第一堂课所说的 大家必须要把我们这个开发环境先 就是说配置出来 就是我们的Wintu跟ROS的系统 然后还有相关的软件 等一下呢 我也会介绍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课里面呢 所用到的这个相关软件 然后大家就可以就是说呃 进行这个组装跟配置 然后我们在这边所介绍的软件呢 基本上都是开源的 所以都没有问题 就直接在网上就可以得到了 OK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这个呃 开发的这个开发的这个环境跟系统 所以呃 请大家就是说如果说现在已经有这些东西的话呢 就现在先准备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上课 然后还有在这边就是说也要提醒的 如果说大家是用我们这个 这个robot for all 的这个 啊 virtual desktop 就是这个云桌面的话呢 今天我是没有用云桌面的 尤其是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们的云桌面呢 它是在我们的远方的服务器嘛 所以呢 它其实是呃 目前这个系统呢是没有办法连接我们本地的这个摄像头 所以是采集不到数据 所以如果说今天大家是想要 其实还是可以用 就是说你如果说就是说先把数据 就是说把照片就是说储存了 传上那个呃 服务器上 然后还是可以进行图像处理的 这个没有问题 不过今天我们呃 所做的这个示范呢 都是实时的示范比较多 所以呢 我今天就会用真实的机器人啊 就给大家看吧 就是说我就用这个team viewer 就连了我的机器人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呃 这个呢 其实是啊 啊可能大家看不到我在在另外一个 ok 所以我在另外一一台机子上呢 就是已经连了我的那个机器人 然后用team viewer 然后就有了这个jupiter的OS 其实这个呢 跟我们的木星的同事所用的 呃 系统是一样的 所以等一下就会用这个系统来给大家做示范 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 就是说大家自己所安装的这个 文组跟ROS的系统呢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呃 只要安装的相关的软件呢 其实也是可以 就是说做到我们的这个例子 然后也别忘了 就是说到我们的github上呢 把我们这个啊 repository呢 就是说clone下来 就是说下载下来 然后我们今天会用到 就是说有相关的 其实跟上周一样 我们会用到一些相关的这个例子呢 跟大家做呃 呃 呃 那我们先来做一个就是说啊 呃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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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介绍吧 就是说这个机器人的世界传感器呢 其实呃 主要是用这个光 呃 光学 然后呢 呃 我们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摄像头的这个系统 我们就会用这样子的摄像头的系统呢 来作为我们的传感器 其实就是一个一个相机 right 然后呢 这个相机呢 其实我们比较多处比较接触到的都是这个彩色的相机 就是这个啊 我们有这个color sensor ok 我们有这个颜色的这个传感器 不过呢 再比较早一点的 其实在我们这个啊 呃 彩色相机还没有这么普遍的时候呢 其实那个时候呢 很多做移动机器人的呢 都用比较多是这个激光的 哎 这个啊 去测量这个距离的这个传感器 然后呢 那个时候除了用激光以外呢 还有用比如说超声波啊 红外线啊 等等的 其实都是用光学的道理呢 就是说去测量这个距离 然后呢 有了这个距离过后呢 不管你的那个传感器是比如说是单线的啊 或者是平面的啊 甚至是三维的啊 都是目的就是要把周围的这个 每一个点的距离呢 测量出来 然后呢 让机器人可以了解就是周围的这个 事物的这个 呃 情况是怎么样 然后呢 呃 从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比如说建图啊 或者是找障碍物啊 等等避障等等的这些东西 所以比较早的这个运动机器人呢 呃 他跟光 啊 就是说这个视觉的这个系统呢 多数是在于导航的方面用的比较多 然后 近期呢 也不是说近期啦 其实就是说 呃 比较近代的这个 这个我们就是用了很多这个彩色的这个摄像头 然后这个彩色摄像头呢 就会给我们这个 呃 数据 这个数据呢 就是说我们有了这个颜色的数据 然后再加上这个距离的这个数据呢 我们其实就可以做很多东西 然后直到就是 就是Microsoft推出了这个 呃 T930呢 我们就成功的把这个距离的数据跟我们图像的数据结合在一个传感器里面 OK 这个就是这个右下角的 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个RGBD的这个传感器 所以 大体上呢 我们基本上就是可以拿到两种数据 一种呢 就是我们的颜色的数据 周围这个颜色的数据 然后我们就可以构成 比如说大家看到的这个图片或者是视频 这个都是颜色的数据 所以 它其实是 是 二维的 对吗 啊 不过呢 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用光学的这个原理呢 去测到每一个点的这个距离 然后把这个每个点的距离呢 跟这个颜色呢 就是结合过后呢 我们就其实是可以看到这个 呃 很丰富的这个数据 就是这个三维的 呃 这个物体的那个 的那个结构 然后呢 还有包括它的颜色的数据 其实都可以拿得到 所以有这样丰富的数据呢 我们就可以做很多这个图像处理 呃 然后呢 呃 机器人呢 就可以很好的去了解 呃 这个环境的变化 好 在这边呢 就呃 跟大家再讲详细一点 我们这个LGBT的这个传感器 然后呢 呃 我在这边呢 我就用了这个Kinex来做这个例子 不过呢 呃 这个Kinex这个第一代呢 其实已经是停产了 已经不再卖了 然后其实已经出了很多新的 就是到了这个XBOX1等等的 已经有很多新的那个版本 啊不过就是因为这个传感器呢 是在我们尤其是我们机器人的这个领域里面呢 是用的很广泛 而且大家都很有在用 所以呢 其实过后呢 有很多类似的这个RGBT的这个呃传感器呢 是出现了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 呃 Astros的滑速的这个Action Pro-Life 然后呢 过后呢 我们也有这个OBEC的 这个奥比重光的这个Astria 然后过后呢 这个Intel也出了呃 这个RealSand 然后呃 最近比较新的是这个 OpenCV呢 它有有这个OpenCV的这个AI Kit 然后不过OpenCV跟这个RGBT的小感器有点不一样 它是用Stereo Camera 就是它是纯就是说用颜色的 呃 传感器 就是说它用两个呃 那个Stereo的立体的这个呃 摄像头呢 来就是说呃 计算出它的那个距离 所以那个有一点不一样 不过我们在这边所说的呢 是呃 比如说大家在下面可以看到的 就是说有一对的这个 红外线的Amitter 跟这个Depth Sensor 这个是一对 就是说用红外线呢 达到那个距离 然后大家都知道红外线 其实比激光可能就弱了一点 呃 呃这个也是基于就是价格的问题 就是说红外线呢 是相对的比较便宜 就是它可以把价格拉的比较低 不过呢 它的那个距离呢 跟那个速度呢 可能就不比这个激光的来的好 那不过没关系 等一下我就会解释 为什么呃 呃我们用这个红外线 或者是我们把它的那个配置呢 降低一点 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呃 然后除了这个就是说这个距离的这个传感器以外呢 我们还有这个Color Sensor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呃 呃我们可以拿到这个呃彩色的数据 呃 然后他其实还有这个Tude Sensor 跟这个Microphone Array 不过今天我们就不谈这个东西 我们主要是谈的这个呃 呃 那个啊 呃 距离的传感器跟椰子的传感器 好 刚才我就说到呃 其实为什么我们他们就说Microsoft呢 首先呢 他可以把这个传感器变成很便宜 就是说呃 每个机器人上面可以放一台 甚至两台都不会觉得就是说成本很重的这个呃 这个转变呢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为什么呢 就给我们机器人呢 就很丰富的这个呃 视觉的这个数据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每一个这个Microsoft的Kinex呢 它上面是有这个RGBT彩色的VGA的这个摄像机 然后呢 它还有这个深度的传感器 所以深度的传感器呢 它就是一个红外线的投影仪 然后还有单色的这个CMOS的这个传感器 单色是因为它只是测距离嘛 然后它的分辨率其实也不高 就是这个640 480的像素 然后它的那个frame per second呢 就是大概是30 30帧每秒 ok 呃 看起来这个不是很高的配置 而且大家可以看我们在右边呢 其实给大家就举了它的这个 呃 传感器的测量的这个范围 所以这个传感器的测量范围 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在测量呃 前面前端呢 其实是在0.8米 然后呢 到4米左右 然后蓝色的部分是1.2到3.5 所以这个蓝色的部分呢 是最有效的这个测量的这个距离 然后大家可以看它其实开始是从0.8 所以呢 其实如果太靠近这个传感器是看不到数据的 是一片漆黑的 是没有数据的 所以它的那个数据是从0.8这个距离开始 然后呢 到4米左右 这个距离 不过呢 大家如果在这个现实的生活里面呢 大家看了这个 这个这个距离呢 其实是蛮适合就是我们在探讨这个服务机器人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距离呢 其实跟人跟机器人站的位置是 是蛮蛮对称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个人与人 比如说人跟人交流的时候呢 我们是有这个社交的这个距离 所以是会有一定的距离 大家不会黏在一起说话的 所以是有一个距离 所以这个距离呢 是刚好在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呢 当我们在设计这个服务机器人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尝试就是说 把这个人机交互的这个距离呢 设在这个范围里面 而起初为什么 就是Microsoft或者Kinex 会设计这样的一个距离呢 其实是因为 它这个是哪来就是说 做那个游戏用的嘛 所以游戏用呢 基本上我们如果说是装在一个 一个电视的话 比如说你有一个40寸的电视的话 你大概需要整两米 一米两米左右的这个距离 大家就是说看电视的这个距离吧 所以呢 是比较舒适的一个距离 所以这个距离呢 跟我们在人机交互里面呢 是很相对的 所以我们这个距离 其实我们用在我们服务机器人的开发 是很适合 然后再加上 它因为它的距离不是很远 所以呢 哪怕它的分辨率不是很高 基本上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为什么呢 我们在这个 比如说我们在每一个针里面呢 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做人脸识别 我们如果说距离太远的话 我们的这个人的脸的这个像素 可能就模糊了 比如说我们像素不够就模糊 然后就很难识别脸 所以不过呢 我们这个距离呢 其实我们有640 480这样的 其实640 480还蛮大的 可能有一些图像处理 它用更小的像素 为了要使到这个计算更快 所以在这个大小里面呢 其实我们做这个图像处理 比如说我们识别这个人脸呢 它的那个像素是 我觉得就是说刚刚好 就是说我们在识别的时候呢 我们因为我们其实 肯定是越大的分辨率越好 只不过是你越大的分辨率呢 你的那个处理的那个能力呢 也要相对的必须要提高 然后这个呢 其实会加重了 就是我们的那个计算机的负担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选刚刚好的这个像素呢 然后给大家最好的这个识别率 这个才是比较好的一个设计 所以这个距离呢 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很不错 而且这个Kinex 它本身有30fps 其实是蛮高的 为什么呢 一般我们在这个服务机器人的应用里面呢 我们最多其实我们就用到大概10左右 就每秒我们就是说 有时针 其实就很足够了 为什么呢 因为人的动作没有那么快 大家不会就是说移动的很快 哪怕我们比如说 我们是要做那个 那个动作的这个分析 比如说我们要做这个人体的动作的分析 我们人的那个移动的那个速度呢 也不会不会很快 就是说你在一秒里面呢 其实你就已经拿到很多针了 所以这些数据是完全足够我们来做分辨率的 所以刚才我说了这么多呢 主要是让大家了解呢 我们的那个 这个传感器的配置呢 如果太高的话 其实如果我们没有用到这些精度呢 对我们的这个处理呢 是一种浪费 就是说我们需要用很多资源来处理 可是我们其实没有用到这样高的精度 不过相对的 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要开发的 比如说是我们的一个自动驾驶车 这个完全就不一样的概念了 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动驾驶车 我们的那个行驶的那个速度可能是100公里 时速100公里 如果说你是时速100公里的话 你每一秒你就需要更多的 这个这个就是说更更多针来使到 你可以就是察觉到这个这个细微 就是说很快的这个变化 为什么呢 因为自动驾驶安全重要嘛 所以很小的一个变化呢 可以造成很大的一个事故 所以我们必须要很灵敏的那个 很很高高灵敏度的这个系统 来进行这个这个图像的这个这个监测 所以他们的要求的可能就不一样 而且再加上比如说 我们的像素才这么低 我们要做这个自动驾驶里面 我们走的这么快 而且距离要很远的话 基本上是测出来的那个精度 就已经完全是不够用了 所以当我们在设计不同的机器人的时候呢 我们对这个传感器的这个应用呢 是有很大的分别 而且这个传感器的那个需求呢 比如说它的那个配置的不一样呢 也会其实直接就影响到这个传感器的成本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做服务机器人呢 我们用这个传感器 比如说我们用的这个Astria或者是Kinex 基本上这个价格呢 都是比较亲密的 OK 所以在这边呢 就跟大家讲解了为什么我们在这边呢 特别就是说 鼓励大家用我们的这个普通家用的USB camera 或者是我们这个RGBT摄像头 基本上都是很适合我们开发应用用 OK 然后呢 再说一下这个这个可能大家都懂了 就是比如说这个距离的传感器呢 它是以什么就是物理的概念 所以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用光嘛 然后光呢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我们看到那个颜色呢 基本上就是光反射回来嘛 所以我们就看到那个颜色嘛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原理呢 我们就有一个发射器 然后一个接收器 然后呢 我们在发射跟接收之间呢 我们测那个距离 就是说你发射了过后 你你你差了多少时间 你接收到这个回来的信息 所以这个距离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Time of flight 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这个时间 然后呢 除以二 基本上就是就是这个距离 这个这个距离 因为它是去了然后回来嘛 所以这个Time of flight 这个就很简单 因为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光的速度是多少 然后这个距离基本上就算得出来 所以是用这个很简单的这个物理 然后在这边呢 这个其实所有跟光的这个这个媒体都可以 比如说激光也可以啊 红外线也可以 不过呢 它可能就是在用不同的这个光的Spectrum的时候呢 它可能它的那个比如说它的精准度啊 或者是它的那个那个信号的强度啊等等呢 就可能会有不一样 所以呢 比如说激光的可能会来的比较准一点 来的比较好一点等等的 红外线可能就没有那么好 不过呢 它的那个价位也是不一样 OK 然后另外一组呢 就是这个颜色的这个传感器 所以这个原理呢 我相信大家也是很了解了 就是说有数码相机的话 基本上对这个原理都不会陌生 就是说我们有这个CCD或者是CMOS的这个传感器 中文名我就不念了 这个有点复杂 所以CCD跟这个CMOS呢 它基本上就是感光的这个传感器 然后呢 它这个传感器呢 它可以做什么东西呢 就它可以把我们光的这个强度呢 就是变成信号 所以你的那个光的强度越强的话 你的信号就越强 所以这样子的这个物理的这个概念呢 我们就可以设计出 就是我们颜色传感器的基本的那个 基本的这个操作的这个概念 所以懂了这个东西过后呢 我们还再加上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颜色的这个绿光片 这个彩色的绿光片呢 我们比如说这边我们是用RGB 然后我们用这个绿光片 主要是我们就是说在每一个像素 也就是每个pixel 每个点呢 我们要知道是什么颜色 然后因为光 它其实是结合了所有的颜色 所以我们首先必须要用这个绿光片呢 先把它分红色是有多强 绿色是有多强 跟蓝色是有多强 然后我们知道这三个颜色过后呢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租起来 我们就大概知道那个像素呢 是什么颜色 然后在这边呢 这个像素值呢 是有256级 也就是0到25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测到 就是说每一个像素呢 它的那个RGB值是多少 然后通过这个RGB值 我们基本上就知道 那一点的颜色是什么 然后大家也知道 就是说在买数码相机 不是有很多多少megapixel吗 基本上就是一张图片 你大概有多少个像素 就是说你的像素越多 就代表你这个点越小 或者是这个图越大的话 就代表你的那个 那个图片就越精细 就越sharp 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个我相信 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在网上搜的话 其实是很多资源 就大家可以就是说阅读更多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整个这个颜色传感器的这个结构呢 跟这个工作的流程 OK 所以说完了我们的这个传感器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我们这个机器人的视觉呢 它的那个技术的挑战在哪里 OK 首先在这边呢 也给大家做一个比较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在工厂里面呢 所用的这个视觉的这个技术可能 其实不比我们这边高 为什么 OK 我解释为什么 首先呢 我们服务机器人呢 我们的这个工作环境 我们就拿at home 就是这个家庭服务机器人的这个比赛为主 为例子来给大家解释 首先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工作范围呢 或者是工作空间呢 是在一个就是我们周围的这个环境 就是我们家居的这个环境 所以大家都知道家居的环境呢 是非常的复杂的 为什么呢 首先它没有一个固定的设计 比如说你家的客厅跟你你邻居家的客厅 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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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 不一样的颜色 甚至家居 哪怕你有沙发 他有沙发 不过沙发是完全看上去是两个不同的设计 等等 所以呢 是完全没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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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的 是没有一个标准 不过呢 虽然说没有标准 不过我们的人是有办法区别说 我们每进一间屋子 我们知道这个是客厅 这个是这个是厨房 这个是什么 它没有一个规则 就是说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学习说 我们的那个要怎么样去认定说 我们的一个客厅是一个客厅 一个厨房是一个厨房 其实是没有一个一个硬性的一个 一个一个条件 虽然它有一些独特的这个这个这个 独特的这些 比如说它有一些比较标志性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厨房肯定是有这个烹饪的这个这个器材在里面 然后呢我们的那个这个我们的这个客厅呢是有比如说有沙发有电视等等的这些东西 所以人因为我们看过很多家居环境 OK包括我们住自己住的我们朋友的 所以呢我们其实是已经训练了很多年去把这个我们叫做Sene Recognition 就是说我们知道周围是什么东西 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客厅这个是一个什么东西 不过对机械人来说呢 他首先他看到的是很多颜色的东西很多颜色的数据 然后呢如果说我们用用三维的话我们他是看到很多物体不同不同的物体 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说对机器人来说呢 我们怎么从这些颜色的数据跟这些这些那个物体的数据上呢 我们怎么可以就是说了解周围是什么一回事 或者是周围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我们这个at home或者是我们这个比赛呢 这个视觉的一个挑战 就是说这个机器人必须要就在这个环境里面运作 所以呢他必须要很了解这周围是什么东西 然后呢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 包括这个包括里面物体的那个那个 比如说我们必须要知道沙发是沙发 我们知道厨是厨桌子是桌子 然后呢我们也要知道里面变化的 比如说里面有个客人走来走去 或者是我们的那个宠物 或者是有一些障碍物等等 这些东西我们都必须要有 怎么样用视觉来了解这些东西呢 这个就是我们技术的挑战 然后再加上呢 我们这个家居环境里面的物件呢 是很多很多而且琳琅满目的 大家可以看在比如说我们拿一个例子 我们就我们就不要说太远 我就说临时就好 我们的临时就很多种 而且呢 哪怕我说很简单的 比如说矿泉水的话 矿泉水就是说每一个包装 它瓶子的大小都有很多变化 所以机器人要怎么样通过视觉 来了解这些东西呢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视觉的 这个技术的挑战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的那个挑战 大家都知道是有多复杂了 不过相对的 我们这个图像的技术的发展呢 也是相对的 就是说走得很快 然后尤其是近期我们有的这个 我们计算机的那个突破啊 计算能力的突破啊 加上我们的大数据 我们有那个联网过后 我们有大数据 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AI 也就是我们的比如说 机械学习啊 深度学习啊 这些呢 都是来支撑怎么样去让机器人呢 可以学习去识别这些变化 所以这个呢 我在这边呢 就跟大家说了这些东西呢 是让大家就是说了解 我们在学这个视觉的这个系统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做怎么样的科研 或者是可以开发怎么样的技术 所以这个其实是 我觉得是 它空间是很大的 然后呢 它的那个技术挑战是 是很有趣的 然后 如果说大家对这一方面有兴趣的话呢 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说做很多东西 好 这个就给大家也了解 所以了解了我们就是说做视觉的这个硬件啊 然后我现在了解了我们这个 视觉的这个开发有怎么样的这个空间呢 好 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谈什么东西呢 OK 比如说我们就做一个具体的任务嘛 比如说在这个atome 我们有这个比赛的任务 然后呢 我们比赛的任务 比如说 大家就说 OK 我们开发人脸识别 这样 大家想一想 人脸识别 我们要怎么样去评价 你的人脸识别的技术有多好呢 其实atome就有一个比较 比较 比较 就是说典型或者是 比较具体的测 那个测量的方式 比如说 我们在这个 其实这个还蛮多年了 大概五年前的这个比赛吧 然后呢 它有一个那个 那个规则呢 或者是比赛的任务呢 就是要 要让我们的机器人做 这个人的识别 OK 这个人的识别的要求呢 首先呢 我们必须要在一个框里面 或者是在一个一个图片里面 其实不是图片 是真的是有一群人在机器人前面呢 然后 这个机器人呢 就必须要 就是说 比如说拍张图片 然后呢 去找出在这个 这个这个框里面呢 到底有多少个人 然后呢 还要包括 这些人里面 是不是有认识的人 跟不认识的人 然后 还有这些人呢 比如说他有些特征 比如说他的性别 这个性别 然后 还有的 就是说 比如说认识的话 你是不是知道 他叫什么名字 就是说人脸识别 等等 所以 我们的这个人脸识别呢 在我们这个at home里面呢 其实是 蛮成熟的 一个任务 所以我们 必须要达到 这样子的 这个要求呢 才 其实有办法 执行我们这个at home的 比赛的任务 所以 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对人脸识别 已经有蛮高的 这个要求 而且这些全部 都是实时的 必须要实时 具备实时的那个操作 然后呢 还要必须要在这个场地 变换的这个灯光的情况下呢 完成这些 这些的 因为场地的那个灯光 其实是不规则的 就是说你在一个房间 跟另外一个房间 你看到人的那个脸 的那个颜色 可能是不一样 所以 这一些 然后还有包括这个 背景啊 的那个 复杂度 比如说你背景也是有很多 其他的颜色 甚至 有一个情况是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人呢 他身体上穿的是 有一个机器人的头 然后呢 其实我们之前在测的时候呢 是把那个机器人的头 也把它变成人脸识别 说多一个人出来 所以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情况也是会发生的 然后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除了人脸识别 以外呢 东西的识别 也是我们用很多的 就是说在我们比赛的任务里面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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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橱柜 然后呢在这个橱柜里面呢 我们需要就是说识别在里面的东西 其实在橱柜里面我们识别东西呢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它的那个 呃 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影子是蛮重的 所以呢 比如说放在很里面的东西呢 其实是很阴暗的 所以要识别这个东西呢 其实有时也不是很简单 然后再加上我们除了识别它是什么东西以外呢 我们甚至必须要了解 它是属于哪一类的东西 比如说它是属于饮料啊 它是属于水果啊 或者是它是属于呃 比如说零食啊 等等 这些呢 都是我们这个物体识别在at home里面的这些 呃 我们需要 这样的一个水准的物体识别 OK 所以大家就大概了解了 我们其实在比赛里面呢 我们的这个视觉的要求呢 是蛮高的 它的那个技术的要求 好 我就花了很长的时间 跟大家讲了这个大背景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我们的这个 呃 实际的操作 OK 实际的操作呢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东西 首先呢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一些 呃 开源的这个 呃 那个library 就是我们会用到 比如说一些驱动啊 等等的 就比如说在这边 我就我就列了几个 不过有一些可能就是说比较旧 如果说大家还用着Kinex的话呢 这个OpenKinex可能就用到 呃 不过比如说这个OpenMI呢 这个OpenMI2呢 就相信就是说现在我们还会用到的 其实它就是 呃 OpenNatural Interaction 或者是Natural Interface 那一个 总之就是它是识别就是说 它是让我们的那个传感器呢 拿到这个数据过后呢 可以就是说比如说跟人体的结构啊 或者是等等的这些 这些啊 呃 呃 物体呢 可以就是说 直接跟它呃整理出来 OK 然后比如说OpenKinex呢 我们就可以比如说拿到这个点云的数据 然后下面有一个point cloud library嘛 这个point cloud library呢 就是说我们有这个点云数据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point cloud library呢 就很有效的去处理 比如说怎么样去呃 就是说过滤掉 它的那个呃 呃 过滤掉一些 就是一些杂音 然后呢 使到我们的这个点云的那个数据呢 是就是说排的就是就是呃 整理的很很工整 然后呢 我们可以比如说在Arvis里面呢 就是看到这个点云的数据 所以所有这有关点云的操作呢 我们其实在ROS里面呢 都用的这个pcl的这个这个library在用着 然后我们呃 首先这个是我们底层的就是就是我们的硬件的这个这个驱动 所以这些也就是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有一个我特别想要介绍的 就是这个ROS的OpenCV的这个apbs 这个东西 OK 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那个主页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重要 就是这个wiki 然后这个 这个OpenCV APBS呢 我觉得是呃 蛮呃 方便 为什么呢 OK 比如说我们是用这个melody OK 这个呢 他怎么说呢 首先 对大家如果说对OpenCV比较陌生的话呢 OpenCV 他基本上就是Open Computer Vision嘛 就是呃 Intel开始的 然后他就收集了所有跟这个图像处理有关的这些算法呢 就是说做了一个酷 然后这个酷呢 他其实就可以 就是说让我们很方便的调用很多算法来 得到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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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比如说我们要找到东西的那个 比如说我们要做这个 比如说下面有很多例子 比如说这个H detection OK 我们要做这个 我们要找到它的那个边 然后呃 就就很多呃 这些我们就不需要自己去写这些算法 就可以直接调用这些呃 算法的酷呢 然后直接就可以拿到 然后他有很多很典型的 这些比如说Sauber啦 Bless啊 这些啊 或者是CandyH啊 这些都是很著名的这个 就是说找出这个边的这个算法 所以这里面都已经有了 所以大家 这个这个包呢 这个Ross的包呢 他基本上就是把这些东西呢 的例子呢 都已经做好了 大家就直接可以运行呢 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OK 比如说这样子的东西 就直接 就是说大家运行了过后呢 就直接可以看到这个东西了 大家只是需要 就是说把这个 呃图片呢 就供应给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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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Ross的这个包 然后启动过后呢 他就会给你这个结果 然后这个呢 是比如说他轮廓啊 这些轮廓的这些算法都有在里面 然后还有的 这些都是都是 这些啊 轮廓啊 边缘啊的算法 然后还有Structure Analysis 然后Structure Analysis呢 呃其实也是类似这样的东西 所以对这个图像处理 呃有研究的呢 这些工具呢 都是特别的 就是说呃有用 Ponto OK 然后这些都可以用 就比如说这个 OK 然后啊 接下来我们用的比较多这个 就是说呃 比如说Face Detection 然后呢Face Detection呢 在那边就用了那个很著名的这个Cascade 呃 Classifier 这个Classifier呢是很经典的 然后他虽然很多年了 不过现今呢 其实还很有用 为什么呢 他是一个很稳定 而且呢 他的那个算法就是很好 就到近时近日 已经已经很多年过后呢 大家都还在用 这个就是人脸检测 OK 然后在这边呢 也给大家就是说分辨一下 人脸检测跟人脸识别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OK 人脸检测呢 是在一张图片呢 你 要找出有多少个人脸 然后这些人脸呢 不一定机器人有看过 或者是他有学习过这个人脸 就是说他不认识的 这个跟人一样 我就问你说 在这个房间里面有多少个人 哪怕这些人你都不认识 你还是有找 你还是有办法算出有多少个人 OK 这个就是人脸检测 就检测有多少个人脸 OK 然后呢 他下面呢 比如说这样子 他就直接找到两个人脸 然后人脸识别 比如说Recognition呢 就不一样 Recognition的意思是 你是不是有办法找出一个人脸呢 是你认识的 OK 所以就比如说人这样子 你认识的这个人 你看到他脸 你就是啊 这个是谁 然后这个又是谁 等等的 这个就是 Face Recognition OK 人脸识别 然后还有 例子的这个用颜色的这个追踪 就是这个Chem Shift 对颜色的追踪 OK 比如说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Optical Flow等等 这些都是 IK Flow啊 这些都是 在做追踪的时候 会有用到 就是你可以看同一个点 它的那个变化 OK 然后就Object Segmentation 这个就是说 如果说大家要找出一些 一些物 一些物体 或者是一些轮廓 这个等等 就比如说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Segmentation 然后Histogram 也有一些 有一些基础的这个算法 OK 所以这个呢 这个 这个 OpenCVA PPS呢 这个是一个很 我觉得很有用的 这个 ROS的这个 软件包 所以在 等一下呢 我们就拿一些例子呢 给大家看 然后呢 这些例子 我们客户可以做什么东西 我们就可以说多一点 就是说我们会 跟大家 跟大家解释跟分享 我们有了这些例子过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东西 然后 接下来呢 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 传感器的这个驱动 所以今天呢 根据大家所用的这个传感器呢 哪怕你是USB Camera 比如说这个Webcam 或者是你用Astria Intel 等等的 我们都必须首先呢 先把它的那个驱动 就是这个驱动包呢 就是这个软件包呢 先安装起来 然后 如果说大家是用USB Camera 或者是Webcam的话呢 基本上这个ROS的这个USB Cam呢 它可以解决 我相信80%以上的USB Cam都没有问题 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牌子的啊 什么型号的啊 什么东西啊 你基本上你装了这个USB Cam 我就是 其实大概有十个里面 大概有两个有问题吧 其他八个都没有问题 就是说你启动这个后呢 是可以顺利的启动它的那个启动 可以可以得到这个数据 OK 然后我本身就是 现在有的机器人呢 是有装Astria 所以我是用这个Astria的这个 这个Astria Camera的这个软件包 所以今天就看 如果大家有其他的RGBT的传感器 比如说有Intel的那个RailSense呢 或者是有华数的这个Astria Pro啊 或者是其他的等等呢 首先就必须要先把自己的这个ROS的这个 驱动包软件包呢 先安装好 OK 安装好 然后下面我这边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Atom Education的这个Repository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Vision 在Vision下面呢 我们有一个例子 就是说当你要就是说用多过一个 这项头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怎么做 OK 我们这边就有一个MultiAstria的这个例子 就是说我的机器人上呢 其实是有两个Astria 然后呢 Astria呢 它来的时候呢 就是说你安装它的那个驱动包里面呢 它其实就有一个MultiAstria的这个 一个一个一个格式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格式呢 比如说把那个Device ID就是填上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就是说 同时间用两个这个传感器 而且呢 它我们配置好了过后呢 它出来的那个topic呢 就是两个不同的 就是说一个是Camera A 然后另外一个是Camera B 然后它的数据是一样的 比如说它有颜色的数据啊 深度的数据等等啊 不过它是分成 就是说第一组跟第二组 所以如果说大家有用多个这个传感器的话呢 也要知道要怎么样首先先把这个数据呢 配置好 OK 所以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启动 OK 启动 然后我们经常用的这个就是Bringup 上周我们有提到就是说 比如说 大家在说到这个语音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必须要先Bringup我们的这个Soundplay 对吧 Soundplay note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我们就是必须要先运行的这个Soundplay note 我们才可以开始就是说 叫它说出什么东西等等的 所以这个Bringup呢 很重要 然后我们这个视觉呢 基本上Bringup了过后呢 我们会发现到什么东西 首先Bringup了过后呢 它的那个Bringup的那个节点呢 它所Bringup的节点呢 它做什么东西呢 它就会直接就是说 把传感器的外面的这个数据 首先接收了这个数据 就是说它启动了这个传感器 或它接收数据 然后把这个数据进行处理 OK 就刚才我们说的OpenNI OpenKinex 我们他们就会用这些 然后处理了我们的这个数据过后呢 把它就是说有系统化的 把处理好的数据呢 放进我们这个ROS的这个topic里面 等一下我就给大家看 就是说我们会有很多 比如说颜色的数据 深度的数据 然后还有就是说颜色 未经处理的数据 比如说Image Raw 然后还有Image Rectified 什么什么等等的 就是说处理过后的 或者是Dev Sensor 或者是Dev Register Sensor 就是处理过的数据 就是说有些 他把处理过的数据呢 就全部有持续的 把它放在这个topic里面 然后呢 我们就其实就可以直接 就是说调用这个数据呢 然后进行我们的算法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等一下就会启动了过后呢 就给大家看 就是说怎么样去显示这个RGB 所以就是说我们拿到的这个RGB的数据呢 跟这个Devster数据 就是深度的数据呢 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就可以用通 用这个二维的这个图片的方式呢 给大家看是什么样子 基本上二维的图片的那个显示呢 RGB基本上就是像我们拿到的一张照片 OK 不过这个Devster的话呢 我等一下会用这个RVS 以三维的这个方式呢 给大家看 就是说 可视化这个三维的数据 让大家看这个三维的数据 在三维的空间里面呢 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 OK 这个我就会给大家 主意的就是说 看它的那个是什么样子呢 然后下面我列了很多 就为什么我会列的这样多呢 就是 比如说Bringup的话呢 USB摄像头的话 你就用这一行 如果你是用Kinex的话 你就用这一行 你是Astrad的话 你就用这一行 你MultiAstrad就用这样 这样的一个意思 OK 所以你不要全部都就是说 执行 你自己执行 你用的那个数据 那个那个传感器 所以我相信在座各位 可能多数都是用这个USB摄像头 大家就可以用那个 然后下面 大家也可以看到说 USB摄像头呢 基本上就只有 一个Image Raw 也就是颜色 不过Astrad的话 大家就看到 有RGB跟有Depth Register 就是有两种 一种是颜色 一种是深度 OK 的那个数据 OK 等等 OK好 我们现在换一下 我的那个机子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实际操作 停止这个东西 然后呢 在这边就是 共享我的那个屏幕 OK 我现在转到来 另外一个 这个 我的另外一个 电脑 然后 我就用这个TeamViewer OK 首先我就用TeamViewer呢 就是登录了我的 那个机器人 影片今天我就用了 这个Jupiter 就是木星机器人的 这个设备呢 来给大家做演示 OK 这个其实跟木星用的是 一样的机器人 OK 然后 这个木星的机器人呢 它上面是有两个摄像头的 哎呀 我又忘了 OK 先把这个放在这边 等等啊 我没有插 那个 然后我这个 我就放一边 放来这里 然后 这个 OK OK 所以在这边呢 首先 就是我要 启动我的那个摄像头吗 OK 启动摄像头的话呢 我是 因为我有两个 那个 Astrap 所以呢 我是用这个 我是用这个 首先它是在这个 RC Home Idu Vision 这个包里面 然后呢 我就有一个叫做 MultiAstrap的 这个Launch bar 所以大家如果说 是USB Cam的话呢 大家就用这个 ROSLaunch USB CAM USB 就是说USB Cam的 这个包里面的 USB CAM Test DotLaunch 的这个 OK 然后我用我的 是因为我有机器人 然后有MultiAstrap 所以我就启动 然后启动过后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一大堆这些东西 其实是启动过后 拿到了什么样的数据啊 等等的 这些处理 所以如果说没有红线的 就是说没有红色的反馈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成功的取动了 然后进一步去测试 到底我们启动过后 是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话呢 最好的 最简单的那个 检查的方式呢 就是去看它 它有什么ROS Topic OK 我们做这个ROS Topic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拿到很多这个ROS Topic出来 OK 我启动了这个传感器过后呢 就有 然后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一个一组的这个就是CAMERA OK 然后我们这个木星机器人呢 它是有两个Astrap 然后一个呢 是在底部 就是 给导航 或者是导航的时候 做那个 避障用的 OK 所以它就在底部 然后呢 还有一个呢 是在上面 也就是 就在最上面那边 它其实是让 这个机器人呢 跟 比如说跟人 就是说进行交流 所以呢 一般都会 以上面的这个 摄像头做 人脸识别啊 或者是 跟上面 有一只手臂嘛 就是说 手臂在抓取的时候呢 就是说用这个 看前面的这个物件 然后呢 进行臂环的抓取 所以它的那个位置 必须要在高的部分 在上面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有两个 所以在这边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我们出来的这个 topic呢 就有两组 第一组呢 就是这个camera 然后camera里面呢 它其实有 比如说 depth 就是深度的 然后呢 它也有 IR 它有那个 那个红外线嘛 然后呢 它也有 RGB 也就是颜色 颜色的那个 color sensor 的数据 然后呢 这个camera 过后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的数据 就大家可以看到说 从这一边开始呢 这边开始呢 我们就有同样的 OK 一组数据 不过呢 它前面呢 是camera top 所以 这个是我在 就是说我们启动 这个multiastra里面 我们配置 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写法 所以 所有在上面的 这个摄像头呢 它就 从这个camera top 开始 然后下面的呢 是camera OK 不过这个呢 是multiastra 跟这边 如果说 大家是用USB cam 的话呢 它基本上就是有一组 然后呢 它开头呢 是这个USB cam 然后下面的一些数据 OK 我现在没有办法 掩饰我的USB cam 是因为我现在用着 我的USB cam 跟大家做视频 所以我就不想要去 打扰这个东西 OK 大家可以就是说 如果说有自己的 这个webcam的话呢 大家可以试 就跑了这个USB cam 过后呢 就看一下 其实里面应该是有 比如说image raw啊 camera info啊 等等的这几 这几样 OK 可能topic就没有这么多 RGBT就有很多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说有很多这些东西 OK 所以我们有了这些数据呢 其实就证明 我们已经成功启动了 OK 所以下一步呢 我们就可以比如说 去查看我们到底有 我们的数据是什么样子的 OK 怎么查看这个 这个 这个数据呢 其实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用image view OK 比如说我现在就用Rostrun 然后这个是在Rost的包里面呢 有一个叫image view的这个包 这个image view的包 就是让我们来看image的 OK 所以它的名字叫image view 然后呢 我们必须要 就是说在这一边呢 就是告诉 这个image view 我们要看的这个数据 是哪一个topic OK 我们就必须要跟它说 比如说我要看这个camera 然后我刚才有的是RGB RGB 然后image view OK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呢 我们就看到一个怎么样的 哎呀 有问题我应该打错了 打错了什么东西呢 RGB image view 怎么没有 我打错了什么东西呢 Camera RGB Image view 哎没有错啊 启动啊 没问题吧 对吧 我没有数据 啊有了有 对 有了 OK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这边 我的机器人 然后呢 这个是我下面的 这个是 这个 这个我就有前面有一个桌子嘛 然后一个小的那个桌子 茶几 有一个茶几 小的 然后 这个是 大家可以看我手伸下去 OK 这个是我下面的这个 颜色的数据 然后呢 我再打开另外一个 再试一下 哎呀 就这个 Rostran 我再打多一遍 image view image view 然后image OK 这一个 Camera 同样的 然后吧 不过我现在就换成这个Tabs Register Register Image Broad OK OK 就两个 刚才那个呢 掉了 就只能开一个 什么 OK 同名字 所以我必须要换那个名字 没关系吧 OK 所以呢 刚才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个嘛 这个就是深度的那个 图片 然后呢 刚才那个是有颜色的图片 那个是颜色的图片 然后这个呢 是深度的 然后深度的呢 大家怎么样看呢 其实就是 一靠近这个传感器的话呢 它就是 深色 然后越远的话呢 它就是白色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三只脚 就是这个 这个茶几的脚 过后呢 后面的那个墙壁呢 那个颜色是比较白的 OK 所以那个是 这个呢 就是以这个二维的 这个图片的方式呢 来呈现这个 距离的 这个数据 OK 距离的这个数据 OK 所以我就有了这两个 然后 我就给大家看 如果说我拿 另外一个图片 我换另外一个相机的话 比如说我在这边 我换这个 Camera Top的话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我就看到上面的这个 对 上面就是一个 一个茶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吗 这个就是那个茶几嘛 那个桌子嘛 然后下面就是那个角 然后上面呢 看到的就是这个 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呢 是在上面 OK 所以这个是上面的 然后呢 它的那个深度的话 这个也是可以这样子的 看上面的话呢 是这样子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红色的杯子啊 我的薯片啊 然后还有我的那个 矿泉水啊 是这样的一个 深度的那个 它就 给大家看到这个深度图 是这个样子的 OK 这个深度图呢 可能就是说 呃 大家会觉得说 哎 它也好像是 就是说没有那个 三维空间的感觉嘛 OK 我们就来给大家看一下 三维空间的感觉 然后呢 也给大家看 其实我可以就是说 把颜色的数据 跟这个 呃 深度的数据呢 结合为一体 然后呢 实现 实现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就是 立体的 这个 物体的 那个 那个形状 然后再还有它的那个颜色 就是说我们可以3D construct 这个东西出来 OK 我们怎么做呢 呃 我们可以就是说 用我们的另外一个工具 也就是我们的 Arvis OK 首先在跑Arvis之前 首先我必须要 就是说把机器人的模型先 启动 机器人模型 Turtleboard 所以呢 为了要拿到机器人模型 我必须要跑这个Turtleboard OK 有了这个过后呢 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传感器已经在启动了嘛 然后机器人模型也有嘛 OK 我们就跑我们的Arvis Ross launch Turtleboard 然后Arvis Launcher View OK 然后这个呢 我们就启动了我们的Arvis 然后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们的Arvis 然后这个Arvis呢 就有我们机器人 虽然这个机器人 我们 我先调用的是 我们这个Turtleboard的这个 这个模型 可是其实 我是可以 哎呀 哎呀呀呀 等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我过了这个TeamView 我的鼠标有一点奇怪 就是说它的那个左键呢 是有一点黏性的 它黏着不放 还是不放 我就算 我就用这个鼠标 嗯 气死我 OK OK 到了 OK 这样子可以了 OK 可以了 所以首先呢 我们就选 比如说我们先看图片吧 OK Image 在这边我就选这个Image 然后呢 其实就是刚才我们的这个 看到吗 我们的这个 茶几的这个角 因为它是下面的那个摄像头 就是下面 就是这个摄像头 所以我们看到下面的 然后呢 这个可能 OK 大家就不会觉得什么特别 OK 我们看一下 它其实这边有一个数据 是Laser Scan 这个Laser Scan呢 是我们导航的时候用的 OK 这个Laser Scan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说 它们把它把这个三维的 就是这个 水平的这个 三维的这个 就是这个深度的数据呢 就是说把它就是 转变成类似激光的扫描 OK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激光 我们这样子像前面一样扫的话 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 这个线呢 这个线呢 其实如果说大家 跟右下 左下角的这个 这个图片对照呢 其实这个线呢 就是我的那个 就是它照到的这个 我的那个 墙壁 对 所以它有一条线嘛 对吗 它其实就是 显示障碍物在哪里 然后呢 上面有三个点 其实就是我们 我的那个前面 这个桌子的三个角 所以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拿这个数据呢 到后面呢 我们就可以拿来 捡这个 二维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我们叫 occupancy map 也就是这个地图 OK 我们就可以做这个 二维的地图 所以这个是laser scan OK 这个是在三维空间里面 大家可以了解的 就是 对 大家可以就是 看一下 这个 移动不了 对 就是这样 所以呢 它的数据呢 它不再是平面的 它是有三维空间的 OK 对 然后呢 我关了这个laser scan OK 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这个 这个 Defs Cloud Point Cloud Point Cloud OK 所以这个Point Cloud呢 同样的 不过这个Point Cloud 是三维的嘛 它不是一水平线 罢了 它不是一片的 它是三维的 然后呢 它是用颜色 来告诉大家 这个深度 所以跟刚才的这个 只是一个grayscale的 这个变化 就比较不一样 这个它是直接用颜色 越靠近 比如说红色 是最靠近的 然后越远的话呢 它就是越冷的颜色 比如说蓝色啊 或者是紫色 是比较远的 所以比较靠近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Point Cloud 所以你把Point Cloud呢 其实上面是很多个点 它的点很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一整片 这个 然后如果 然后还有一个的 就是说 我们如果说把 我们的这个Point Cloud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Point Cloud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点云呢 的数据 就是说每个点 我们不要用刚才的 就是说距离 以距离的方式 来呈现那个点的话 我们就是说 把每一个点 实际它看到的 用相机看到的 这个颜色呢 染上去的话呢 我们就会看到 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 大家就会看到 一个这样的东西 OK 这个是不是跟我 真实的照片很像 不过呢 它的数据是三维的 大家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如果说我 比如说我 我换一个方向 对吧 它已经不再是 二维的一个 一个 一个 呈现在一个 平面的一个数据 而是它是一个 三维的数据 然后呢 它把这每一个点 原本的颜色 就是说比如它 照射在墙上 它墙上的颜色 就去把那个点 放这个颜色 然后它比如说 它照射在 这个桌子的话呢 它就把桌子的 这个褐色的颜色呢 就是说把它呈现出来 所以这样子的数据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 三维的一个数据 看到没有 三维的一个数据 我可以就是说 这样子倒过来 它的数据是 三维的 对 是这样的 不过呢 大家可以看到说 这个三维的数据呢 是比如说 前面有一块东西过后呢 它后面就是空的 这个其实就是 它的那个 三维的那个影子嘛 后面就是空的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 所以这些数据呢 就是给大家看到 用这个Alvis呢 就我们可以很 很好的看到 就是说我们可以 在三维空气里面 看到我们这个 三维的数据 然后再加上颜色的数据 然后有了这些数据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就是说 进行很多这个算法呢 然后呢 来找出这个 比如说这个形状 加这个颜色 代表它是什么东西呢 这样的这个研究工作 我们就可以做了 OK 好 我在这边想要说的 应该上半段就在这边 对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要做了一个 很简单的东西 就是拍照的功能 OK 拍照的功能 首先我先把这个 关了 OK 我就把这个拍照的功能 先 先给大家看 这个拍照的功能 所以这个拍照功能呢 其实呢 就很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已经有 那个数据 在我们的topic里面 拍照的功能 基本上就是 把我们的数据 在某一个 某一个帧的数据呢 把它保存成 一个文件 基本上就是 拍照的功能 OK 所以很简单的 我们第一个 我们就先 好我们的这个驱动 然后呢 驱动跑了过后 执行了过后呢 我们就有 数据了嘛 所以有数据呢 我们过后就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就用这个 我们在我们的那个 例子里面呢 有两种 一种是 takephoto.py 然后另外一种呢 是takephoto.py 然后takephoto.py 是跟takephoto 什么分别呢 它的分别就是 takephoto的话呢 你一运行这个 节点的话呢 它就直接把 那一秒的 那一瞬间的 这个数据呢 把它保存下来 OK 就是说 不过呢 我们有这个 takephoto.py 其实这个sub 就是我们 加了一个subscriber 就是说我们 就让这个 takephoto的这个功能呢 就是这个节点 它subscriber去 一个topic 就是一个 一个话题 然后呢 等待我们 把一个数据 我们把一个message 比如说在这边 我们是 把这个takephoto的 这个message呢 传过去过后呢 它才开始 把那个 数据保存下来 所以这个是它分别 然后这个takephoto.sub 是在大家开发 应用的时候 比较有用到 为什么 因为你要 你要就是说 先启动这些功能 然后比如说 我们把这个takephoto.sub 跟我们的语音的功能 结合过后 我们说一个takephoto 然后机权 就会帮你拍照了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OK 所以我们就试一下 我们就 做这个Rostran RCR 不过在我运行 这一个 或者是在大家 运行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的代码 OK Rost DV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代码 先 OK 在这个里面 我们进去 我们的script OK 我们有几个 然后takephoto 我们看一下 takephoto 我们看一下 takephoto 直接看这个 是什么东西 OK 在这边呢 大家必须要留意的是 这个地方 这个image topic 这个地方 这边也有写 这个image topic 这个地方 我现在呢 这个例子 它写的是 比如说 在这边 它现在有的是 camera top 也就是用 multi astral 然后上面的这个 相机拍到的 这个topic 如果说我要换成下面的呢 就要换成 这个上面的 这个 就是说我已经 comment out的这个 camera RGB image 不过呢 在座各位 如果说是用 USB camera的话呢 你就必须要把 这一行呢 改成 这个东西 USB camera image OK 了解吗 因为你 这一边呢 就是告诉 我们这个节点呢 你把哪一个 topic的 数据 保留下来 OK 所以如果说 你不是用astral的话 或者multi astral的话 你没有这个数据 你是没有办法 保存的 所以你必须要 先把你们的 这个topic 先写成你们要 你们用的 这个传感器的topic呢 保存了过后呢 才可以执行 OK 所以大家了解的 这个过后呢 我们来执行一下 crossrun addition pickvoto py OK 然后他就说 我们已经保存了 然后保存在哪里呢 就是在当前的 这个位置 当前这个位置在哪里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 这个 就是home 对 就在home 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的图片了 看到吗 这个是 从camera top 也就是我的机器人 上面上 顶部的这个 这个 摄像头 所拍到的照片 所以就直接有了 这个东西 我们也可以跑这个 take photos up 然后我们再打一行 就是 就是publish 这个东西 然后或者是 如果大家不用publish的话 比如说我们写另外一个节点 比如说语音的节点 然后呢 你去识别take photo 然后把这个take photo 这个呢 传进去我们的这个 这个话题里面呢 他就会开始take photo 所以这个例子呢 就已经准备好 一大半了 OK 如果说大家看一下这个作业 想要做什么东西呢 所以首先呢 大家必须要设置好自己的那个 相机系统 我不知道你们是用哪一个 哪一个 哪一个传感器 不过先先 设置好了过后 装了那个驱动过后 然后启动 然后用image view 刚才我就给大家演示 这个image view的方式呢 先查 大家的这个图片 是不是正常 是不是拿到 然后呢 用这个take photo sub 跟我们的这个语音 大家可以用上周 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 谷歌的这个 speech recognition 已经好了 你就是只是要改 把它的那个topic 就是连通这两个过后呢 基本上你只要在运行这个take photo的时候呢 你这个你只是说take photo 就是说 你把这个语音 然后呢 它只要识别出take photo的话 它把这个数据传给这个take photo sub 它就开始拍照了 就好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个例子 OK 好 我们第一个 第一节课的内容呢 基本上是说完了 OK 现在就看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的 有没有什么问题的 然后大家的那个 首先想要问一下 就是说大家的这个 相机的系统啊 或者是传感器的系统啊 是不是已经搭建好 或者是在搭建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欢迎大家 就是说在现在这个时候呢 可以就是说 打开麦克风 跟我就是进行交流 有吗 各位 Jeffrey 我是 你好 那个我有一个问题 是 好的 把它Clone 因为Clone的那个 应该说我的Git 其实还没有准备好 所以我是直接先载 VIP档案 然后下来 打开准备放进去 然后所以第一件事 我应该是要先source 我们的path 但是好像出了点问题 所以我想问说 如果用目前这个方式的话 我是先 我是直接 Captain 然后底线make 然后接我这个资料夹 就可以完成这个source的 方便把你的桌面 就是共享吗 因为有桌面 我比较容易 有点尴尬 因为它在另外一台电脑上 好 OK OK 所以现在我了解的是什么东西呢 现在就是说你设置好了 不过你的那个path 或者是你的那个 Ross的那个path 就是说你的那个工作空间 下来了 对对对 工作空间有在里面吗 有在你的那个 那个那个 Ross packagepath里面吗 我是放在那个SRC这个档案夹里面 还是这是错的 是对的 对的对的对的 你应该就是说 比如说我给你看 我的例子呢 就是看啊 我们是比如说CaptainWS 然后呢 这个source下面 就是访我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 我们今天用的是这个嘛 就放在这里了 啊 那我这样 所以放在这个里面 就没有问题 那我都不需要再重新 让一次source path 就是 其实OK 这个其实 其实很多人问 有关这个东西 我在这边再解释一下吧 OK 首先有两件事情呢 OK OK 比如说 现在我们现在是CD嘛 我们现在在home嘛 这个是在你们的home directory 然后你们的home directory呢 其实有一个文件呢 是叫 是点 是一个点 有一个点在前面是 就是说 它是隐蔽的一个文件 所以呢 这个隐蔽的文件叫 batch rc的 这个batch rc呢 基本上就是 控制 或者是 它是你的这个batch 也就是你的这个terminal 的一些属性 OK 它就会管 OK 比如说你开这个文件 你可以看到 它就有跟你说 你的terminal的一些 配设置是什么东西啊 然后呢 有几点你们需要做的 首先呢 比如说我们装了这个 ros过后呢 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的 就是把这个ros的 这个path 写在 或者是你如果没有 写在这边的话 你每一次打开新的终端 你都必须要source一次 这个ros的这个opt ros melodic setup.batch 你要运行了这个一次过后呢 基本上这个path 在你的这个 呃 终端的工作空间里面 就是说你的那个 终端里面的时候呢 它才找得到你的ros在哪里 你才有办法启动你的ros 这是第一步 然后呢 你做完了这个第一步过后呢 OK 你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呢 你如果是根据那 tutorial的话呢 你就会开始 创建你第一个工作空间 也就是 你的一般 我们都是在home下面 我们就做一个catkinws 这个是你的工作空间 所以你 你你 你 catkinmake过后呢 你就会发现到 它 它 它就多出了develop跟build 两个文件夹 然后这个下面呢 develop的那个文件夹下面 有个setup.batch 然后你必须要source OK 这是第二步 你必须要source这个东西 就是说首先第一步 你source你的那个ros的 那个安装的那个path 然后过后呢 你source你的那个工作空间的这个path 你source的这个过后呢 ros才找得到你工作空间source下面的这些package 你如果没有这一行写在这边 或者是你 你不写在这边没关系 不过每一次你打开一个中段 你都必须要source一次 你source了过后呢 它才找得到你 你的那个工作空间里面的软件吧 OK 首先这两点你已经做了吗 有的 就先对 因为这个是tutorial上面的 我就照着做 但是现在是不懂 如果我们新的从外面这样拉了一个 等于说只有资料夹的档案进来 哦 你的意思是说你自己在你的那个 我是直接对下载了一个zip 然后把它解压缩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在这一边 然后在这边建一个一个一个文件夹 对吗 可以这样 对 肯定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你需要怎样做呢 其实一般我就是git clone git clone 然后就git clone 然后就直接放我的 比如说你 那个warsrc的话 你就直接把那个rc 那个.git的那个地址呢 放在这边 然后你你你执行了过后呢 那整个文件夹就会下载下来 在这里 OK 在这边 你这样子做没有问题 不过呢 你必须要 呃 我觉得啦 一般你这样子做过后 它是找不到的 为什么呢 你必须要退回去 在你的工作空间的route这边呢 先做一次 OK 那应该是差这个 对 你做了这个过后 你 你如果说安装新的包的话 你一定要有capting make 要不然它是register不到 不过呢 你capting make了一次过后呢 你如果只是改python文件 基本上你不make的话 也是OK的 不过你如果是c++的文件的话 你每一改一步 你都要make一次 它才会生效 OK 那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我基本上为了安全 其实我每次都执行 就只要新的package 我就重新 就是对的 你放新的package每次都必须要 就是capting make的 这个是肯定要的 只是因为你 你安装了一个包过后 一般你就只是改那个py的文件 所以那个文件呢 其实就不需要每一次都make 就OK 不过你有时你觉得有问题过后 你就make一次吧 就没有问题了 好 谢谢 不过有一点的 就是说你要小心的是 如果你的source下面 有其中一个包是make不过 比如说有些错误的话呢 你其他的也是make不到的 所以你必须要确保 你工作空间下面的每一个包 都是可以make的 就是说它没有问题的 因为你这边 你没有百分之百的话呢 证明它没有完整不完整 好 我这台机子应该是 很久没有make过 或者是我都没有make过 所以这样久 因为一般你 capting make一次过后 第二次的话 它只是找你有改的部分 然后它才make 所以就不需要这么久了 不过如果说你只是改python文件的话 你不需要每一改一步 你就make一次 不需要 因为python它跟新加价不一样 它不需要每一次你都去make它 OK 好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所以你这样子过后呢 基本上就ok了 好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 你们的那个摄像头都可以用吗 有问题吗 在安装你们的摄像头的时候 尤其你们用VMware的时候 有时候它 就比如说找不到你的USB port啊 等等的 有蛮多这些东西 有没有问题呢 各位有问题吗 没有 想问一下哦 ok 我装了那个摄像头 它很像detect 不知道我share screen给你看 可以可以 你就share screen吧 可以吗 可以share screen吗 可以看到吗 还没有看到 啊有了有了 啊他就他轮了那个ROS 嗯 轮了过后 然后他就出现这个error ok 呃这个是什么error呢 哦 ok 啊 ok 你首先必须要找你的那个 video是0还是1还是什么东西 因为他找不到 所以呢 我现在建议的是你进去 呃 ok 如果没有 呃我忘了要怎么找 不过没有关系吧 就直接试吧 你直接开你的launch的文件 你直接开你的 你打开你的launch的文件 你知道在哪里吗 你刚才执行的launch的文件 知道在哪里吗 你先停 你停止这个东西 ok 你一步一步跟着我来 你你先停止 Ctrl C先 ok 然后呢 你现在ROS CD ROS CD 然后你USB CAM 没有没有没有 USB TAP TAP OK Enter OK LS 啊 这个就是你USB CAM CAM的所在地 OK 你CD Launch CD Space Launch 就是你进去这个launch的那个文件夹 然后你LS OK 你发现到里面就只有一个launch的文件 刚才你是不是实行这个文件 对吗 嗯 OK 所以这个文件呢 你首先你打开你 呃 SUDO 因为这个不是 不是 SUDO OK 然后NANO 或者是你 我不知道你用什么 Gedit吗 还是什么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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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什么 你你用什么编辑软件 啊OK 不用请你跟我吧 NANO NANO OK Space 然后USB CAM OK TAP 出来 TAP就可以了 TAP就行了 OK Enter 把你的密码 OK 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就是你的launch文件的内容 就只是这几个 OK 然后呢 我觉得你要改的是这个DEV slash video 0 这个0这个部分 我不知道 你试一下1 你保存 执行看有没有问题 不能的话就 呃 因为0的话 它应该是有问题 你 我想问的是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摄像头呢 是 你 你只有一个摄像头 还是你是外接的 USB CAM 没有 Netbook 电脑 OK 这样可能是 那个 VMware 它改了这个号码吧 你试一下 你放1 你改这个0变1 用 你不要用鼠标 用你的 上下左右 对 OK 然后你改成1 看一下 0叉掉 OK Ctrl X Ctrl X 然后 Enter Yes 然后再Enter多一次 OK 然后你现在再执行多一次 试一下你的那个USB CAM 再跑多一遍啊 你就按上就可以了 你按上就可以了 按上就可以了 还是不可以 一样问题 等一下 Can not identify 这个 No such 法 OK 你试试看 看改成 Video 2 看有没有 你确保你的 USB CAM 已经 Unable了 你的 你的那个 就上面这个 看一下有吗 Facetime不是这个啊 你看USB有没有别的东西 没有了 Webcam是那个吗 再看一遍 Facetime HD 是那个吗 是这个啊 你确定是这个 只有一个 OK USB没有了是吗 没有啊 USB 没有了 OK 你不用紧 你改成2 看可以不可以 我忘了 要怎么样看你的那个 LX USB 你再试一下 改成2 好 好 请对吗 你直接按上就有了 你不用每次copy 不能 你尝试用cheese 你在右下角那九个点那边点一下 左下角不好意思 不是右下角 不是有九个点吗 然后你searchcheese 有吗 有图片吗 打开这个cheese 没有啊 所以我觉得是VMware的设置的问题 可能那个不是你的相机 或者是他找不到你的相机 他找不到我的相机 我觉得有可能是他找不到你的相机 因为这个是native的software 他应该是可以找到你的摄像头 可是也没有 所以可能是VMware找不到你的摄像头 或者是VMware哪怕找得到摄像头 你的Ubuntu没有你摄像头的驱动 也是有可能 就是driver 所以是相机的问题还是 我其实没有办法很准确跟你说是什么问题 可是现在发现到的是 你的Ubuntu是没有启动你的相机 就是说 你哪怕你不要用ROS OK 你用他自带的别的软件都好 你也开不到你的摄像头 对吗 比如说你就是用Mac嘛 对吗 你用Mac 你怎么样开你的webcam 你懂吗 怎么样看到你的camera的feed 就用那个 有一个camera的一个app 对吗 有一个camera的app 你看一下你的那个 你用那个app看有没有东西 我要确保你的摄像头是 是可以开的 那东西的 你可以挡着你摄像头没有关系 不过就是我要看一下 是不是有 有你开得起 就是说你启动得了你的image 有吗 FaceTime是可以了对吗 FaceTime也可以 你试一下 你试一下 我一个感觉是你启动不了 可以啊 OK 可以 所以FaceTime可以的话呢 OK 现在呢 你就必须要在Ubuntu里面呢 就是这个Ubuntu里面呢 你找到一个工具 是可以开到你的摄像头的 before你 proceed 你的ROS 就是用别的 别的什么都可以 除了那个cheese以外 你看有没有 刚才我看到有几个webcam 还是什么东西的 我找一个是什么 LU CV 什么View 可以 可以吗 可以是不能 对吗 所以就是说你在Ubuntu里面呢 是开不到你的摄像头 对吗 嗯 OK 所以这个有几个理由啦 其中一个可能的那个原因是 你的Ubuntu其实是没有driver 去打开你的摄像头 或者是你的VMbox 你的Virtualbox 没有share你的USB 两者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不过应该是这两个 其中一个原因 所以现在有方法 可以开掉它 所以如果说你很sure你的Virtualbox 已经share了这个你的camera的话 你首先必须要解决的 就是在你的Ubuntu的环境里面呢 你有办法找到一个软件 是有办法打开你的摄像头 就要去找别的了 就是看或者是你可能要找看你的那个camera 是不是需要比较special的那个driver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些webcam呢 尤其是跟laptop一起的呢 它是没有 就是用standard的Ubuntu的那个driver 是打开不了 可以 可是我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打了这个soulplay 它现在没有声音出来 没有声音出来 你的这个Ubuntu发得了声音没有 你开你的mixer 你开你的mixer 你开你的你的那个speaker 在右上角 对 你做一下test setting 去setting 左边左边那个 这个是关掉 ok right 你开这个 然后呢 你去sound 下面有一个sound 你要做这个testing先 你去sound 没有对吧 你的sound也不行 是吗 嗯 嗯 sound在下面有啊 sharing在下面 是什么 所以呢 很有可能你的virtualbox 也没有activate 或者是它没有办法 就是开你的sound card 所以就是sound跟camera都不能 嗯 这个 这个要看 either你的virtualbox的问题 或者是 因为你是苹果电脑嘛 所以可能你的driver的问题 嗯 ok ok 所以你在这个sound 其他里面 你可以test的 所以如果这个没有声音的话 你的ros 怎么样做都是没有声音的 因为这个是system的 没有声音的话 就没有声音了 ok 我过后再试看看 它现在来的 ok 基本上virtualbox啊 什么东西啊 都会有很麻烦的这些设置 没有一个简单的方式 就会有很多问题 然后再加上你又是MacBook的话 又更多的问题 不过这些都是 都是part of learning 所以你先要check的是 make sure你的 你的virtualbox 有办法share你的local resources 进去ubuntu先 这是第一步 然后呢在ovirtual里面 你有办法用这些resources 比如说有没有办法用你的soundcard 有没有办法用你的camera 这是第二步 第一步第二步 你都没有办法搞清楚的话 你去ros那边就肯定是不能的 嗯 可以 ok 你先解决这两步先 可以 先你 ok 好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ok 九点了 我必须要proceed ok 好 我们来proceed下一个吧 ok 我们proceed下一个 首先我拿回的那个 ok 我们proceed下一个 ok我下一个呢 呃 我我花一点时间在第一个part 是因为你们如果第一个part 不行的话 其实下一个part 你们也没有办法做什么东西 所以首先第一步你们的那个相机 要配置好 然后要确保是可以文 可以可以work的 就可以run的 然后呢你们是拿到那个图片 有了这些过后呢 你们就有办法 这个opencp的这个应用其实很简单 你就是只是跑那个那个command呢 你基本上就可以拿到那个结果 ok 然后就来讲这个东西吧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